第三個三題 根據上述實驗數據判斷 當反應時間T等於10秒時 在1到4次實驗在追行瓶內的沉澱生成量 依序分別為WXYZ 當T等於10秒時 各生成沉澱量的大小關係為何 如果這一題是問我們 實驗結束的時候的沉澱量多寡 因為都是遮住實質 所以沉澱量是一樣的 但是這一題不是 是問你在同樣的時間之內的沉澱量多少 那我們曉得如果我的反應如果越快 那我的沉澱就會越多 而這個實驗是做的是 溫度與反應速率的關係 我們曉得溫度越高反應速率越快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的第四次的溫度Z這邊的溫度最高 所以它在相同時間之內 會生成最多的物質 然後上面的溫度就降低 所以它的東西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所以Z會最多 W會最少 所以第三次的三題問我們說 各生成沉澱量的大小關係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B W小於X小於Y小於Z